因为挡土墙贪陷造成两死两伤的不幸意外 那么其中呢我们看到遭到活埋三位一宵 被救起只是很遗憾的是傅家森 因为活埋时间实在太久了 当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另外两位被救起的救难人员就是林洪义还有陈洁琪 那么送到台中荣总的时候 陈洁琪他有多处的骨折 还有因为他的下半身当时被压在土堆下的时间比较长 因此伤势比较严重 我们看到呢另外就是最后被救起的工人吴正伟 他到院之前已经没有气息 活埋八小时的一宵傅家森送到医院时已经没了气息 家属仍旧不放弃希望 请医生继续CPR抢救 但是傅家森的身体已经出现失斑 来来来 先送我医院 下午获救的救助员陈洁琪躺在单架上不断哀嚎 因为下半身被掩埋过久 送进了家户病房 医生诊断可能会出现苍食症候群 必须要开刀减压 从下半身有压迫 那我们目前抽血看起来是胜功能还好 但是有一些恒温机融解的现象 双氏教亲的救助员陈洪毅经过诊之后 身体已经没有大碍 晚间内政部长六辽义也道愿慰问家属 游泳长特别要转达 谢谢 谢谢你这么勇敢 游泳长下去下 六辽义随后赶往因公殉职的一销 傅家森临堂前上香之意 他也知道那个很松的 但是他为了第一时间能够救 他就自己牺牲了 我们愿他一路好走 一路好走 副长看到你也被擦眼泪 事后的扶絮都 会 我们会重用 六辽义红了眼眶 因为救难英雄老将傅家森 遭活埋八小时以上被死神夺命 最后被救上来的工人吴正伟 也因为活埋时间过久 一到院就宣布死亡 让家属悲痛不已 周天新闻李孟章 方品文